。 痛风需要手术吗? 骨科医师来解答。 许多病患常问我,痛风真的需要手术吗?我曾在2015年于部落格上写过一篇未教文章,分享了痛风手术的评估方式,以及痛风传统手术和微创手术,超音波刀的优确。 。 部落格文章发布后,引起许多痛风患者对微创手术超音波刀的好奇心,纷纷来信询问什么是超音波手术刀。超音波手术刀又如何将痛风时震碎震出。 。 我的诊间有许多常年受痛风所苦的长辈,手和脚的关节因痛风时容易剧烈疼痛或是行动不便。 。 但他们常常因为害怕开刀,全身麻醉,宁愿忍受痛风之痛,也不愿意和痛风正面对决。 。 超音波手术刀来切除痛风时。 。 。 超音波手术刀并非我们传统认知的手术刀,不是一把锋利的刀子会将肌肉和神经一刀分离无法复原。 。 。 超音波手术刀是采用超音波高速振动方式,以强力振动来震会痛风时,有别于传统手术刀。 。 。 超音波刀切硬不切软,可震碎关节中的尿酸结晶,却不会直接伤害到肌肉、神经或软骨组织,因此能减少手术过程中不必要的组织伤害。 。 超音波手术刀的另一个优势是伤口极小,开刀伤口倒比一元硬币还小,甚至有时只是一个小洞,伤口不大,复原快,就能降低感染几率。 。 。 像是糖尿病患皮肤伤口不易好,若采用过往传统手术,容易出现皮肤溃烂,但超音波手术刀能避免这些问题,更可降低不必要的伤害。 。 什么样的痛风患者适合超音波刀? 。 。 这种微创手术其实最适合年纪大的长辈,尤其是容易引起病发症,不适合全身麻醉或大面积开刀。 。 患有心脏病,心沉带泻疾病,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患者,只需要半身麻醉,甚至局部麻醉,就能透过超音波手术刀这种用微创手术清理痛风时,手术过后还能马上回家。 。 。 然而,不管何种手术,痛风时形成初期就失形,康复成效最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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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甚至有些病患还合并其他代谢疾病,手术更加复杂化。 因此建议痛风患者,若医师建议您可以开刀方式治疗时,代表医师已评估过你的身体状况及治疗最佳时机,切勿在保持住等待观望的心态,导致结晶堆积成时,开刀风险攀升。 医师的叮咛。 医师的叮咛。 医师的叮咛不同,很可能会再次引起结晶堆积关节。 控制饮食和适度的运动,才是降低尿酸,真正远离痛风的不二法门。 医师的叮咛不同。 医师的叮咛不同。 部落格文章发布后,引起许多痛风患者对微创手术超音波刀的好奇心,纷纷来信询问什么是超音波手术刀。 超音波手术刀又如何将痛风时震碎震出。 。 我的诊间有许多常年受痛风所苦的长辈,手和脚的关节因痛风时容易剧烈疼痛或是行动不便。 。 但他们常常因为害怕开刀,全身麻醉,宁愿忍受痛风之痛,也不愿意和痛风正面对决。 。 超音波手术刀来切除痛风时。 。 随住时带眼镜,医疗进步,医界开始使用超音波手术刀来切除痛风时。 。 所谓超音波手术刀并非我们传统认知的手术刀,不是一把锋利的刀子会将肌肉和神经一刀分离无法复原。 。 超音波手术刀是采用超音波高速振动方式,以强力振动来振会痛风时,有别于传统手术刀。 。 超音波刀切硬不切软,可震碎关节中的尿酸结晶,却不会直接伤害到肌肉、神经或软骨组织,因此能减少手术过程中不必要的组织伤害。 。 超音波手术刀的另一个优势是伤口极小,开刀伤口倒比一元硬币还小,甚至有时只是一个小洞,伤口不大,复原快,就能降低感染几率。 。 。 像是糖尿病患皮肤伤口不易好,若采用过往传统手术,容易出现皮肤溃烂,但超音波手术刀能避免这些问题,更可降低不必要的伤害。 。 什么样的痛风患者适合超音波刀? 。 这种微创手术其实最适合年纪大的长辈,尤其是容易引起病发症,不适合全身麻醉或大面积开刀。 。 患有心脏病,心沉带泻疾病,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患者,只需要半身麻醉,甚至局部麻醉,就能透过超音波手术刀。 这种用微创手术清理痛风时,手术过后还能马上回家。 。 然而,不管何种手术,痛风时形成初期就失形,康复成效最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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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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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,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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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,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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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,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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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ommon关系, 。 因此建议痛风患者,若医师建议您可以开刀方式治疗时,代表医师已评估过你的身体状况及治疗最佳时机,切勿在保持着等待观望的心态,导致结晶堆积苛始成时,开刀风险攀升。 医师的叮咛 也提醒大家,无论哪种痛风时手术都不能百分之百杜绝痛风 因为每个人体质和尿酸状态不同,很可能会再次引起结晶堆积关节 控制饮食和适度的运动,才是降低尿酸,真正远离痛风的不二法门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